海軍新兵 沒有錯 我還在海軍新兵訓練中心 吃完了午餐 下午的課程 馬上就要開始了 還記得上集預告我狼狽的模樣嗎 現在的課目就是賭露 好像很厲害 我們趕快來看 沒有錯 我還在海軍新兵訓練中心 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上的課目為賭露草演 為什麼要賭露呢 因為在艦艇上跟船上 會有戰損跟海損造成的或多或小的破洞或裂痕 使艙間進水 若不迅速加以處理 破洞裂痕勢必擴大 忠勢不可收拾 軍艦在戰鬥中 應具有攻擊及承受傷害的能力 因此我們必須建立修理班 為無論是平時或暫時遇有緊急狀況 方人從容應付 確保艦艇安全 現在請看示範 看起 好 各班 報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報送訴者向右痕跨以不准 看起 好 二 五 報送 班長說得沒錯 一艘船的協購那麼複雜 若碰到艙間進水可不得了 如果不及時有效的進行堵露 一間破棘一間 一層淹過一層 整艘船的命運可能就完了 聽著示範班成員熟悉的 喊著自己的工作部位 什麼木板及帆布墊 上支柱 縱橫頓墓 延伸支柱 木器木錘等等 可以知道完成堵露 需要大家迅速各就各位 同力合作 才能將水控制在某艙間 達到最佳停損點 剛剛看完同學的示範 有沒有問題 沒有 那接下來 來 好吧 那我們就一起來吧 開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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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沒有很滿意 但還可以接受大家多多練習 YA 成功 那有誰可以告訴我 形成火的因素有哪些呢 可以知道嗎 嗯 我想應該需要有氧氣吧 對沒錯 裴同學說的沒錯 除了氧氣之外 我們還有燃料跟溫度 這三個要素 只要有一個沒有達成的話 火就沒有辦法形成 那我們救火就是依照這三個要素 第一個 移除燃料 第二個 隔絕氧氣 第三個 降低溫度 以上 懂了嗎 懂 我們現在就來實作一下 我們來試穿救火衣 來 各位前進 其實啊 不只是軍艦 在一般民間的船舶 救火都是一件大事 我們都知道造船 是一項高技術的精密工藝 在鋼鐵船殼之下 其實佈滿了許多的管線 如果發生火災 又是在密閉艙間裡 再加上因火引起的濃煙 這是相當可怕危險的環境 所以海軍在損害管制的訓練課目中 也相當重視救火操演 要求做到 人人都會救火 畢竟一旦狀況發生 可沒那麼多時間可以從常記憶 慢慢反應 一切都要加快動作迅速確實 這是一項人人得形成反射動作的技能 而第一個步驟 就是要從穿防火衣開始 各位同學 現在在你們面前的是救火的一般裝備 首先我們先把防火頭巾拿起來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大家會說很熱 因為真的很熱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大家會說很熱 因為真的很熱 很悶很熱而且很重 還好沒有在陽氣炸 不然我們真的會融化 救火班 開始想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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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頭在前面的部分 第二圓 第三圓 救火雙手開啟救火雙 到救火雙手開啟 龍頭試水鴨收帶 開水 開水 關水 確認 確認 救火煮前進 一二前進 一二前進 開水 確認 中帶 左 右 龍頭爆火式 爆火以控制 對 哇班長 剛剛那個很重耶 還好你有幫我 而且我穿那個衣服的時候 速度其實也蠻慢的 我覺得真的好熱又好悶喔 要是像我這種速度 在真的騎火的地方 應該來不及吧 是來不及 真的在救火操演的時候 我們一般裝備都只有著裝三分半 包含測試完畢 三分半 那只要練多久才練到著裝三分半 只要反覆的練習一定可以達成 那班長自己有實際救火經驗嗎 當然有實際到訓練用火場救火過一次 實際的火場裡面濃煙密布完全看不到 只能用水來感測火的存在 所以就是用水來找火囉 沒錯 在火場的時候 救火組會用典方的方式 使水碰到火發生大量的蒸氣聲 蒸氣聲 那一定要很有經驗的人才知道對不對 是 那我剛剛經歷了賭肉也經歷了救火之後 最難的部分應該已經結束了吧 不 除了救火跟賭肉以外 在艦艇上還有一樣東西很重要 蛤 那是什麼 信號 信號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上課的課程 叫做手騎通信 那手騎通信呢 在我們視覺通信中 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通信工具 那麼視覺通信中 它的使用的工具 它包含信號騎 手騎 還有一個叫做信號燈 那這些視覺通信的工具 在我們海上執行各項操演 以及任務執行的時候 它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工具 那現在我們把手騎打開來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手騎 它的樣式 主要的顏色是用黃色跟紅色 來做它的顏色 可以在我們海上航行的時候 跟我們的背景 形成一個強烈的對比 它有助於我們手騎各部位的 變毒以及識別 這樣以上大家了解了嗎 了解 教官那請問 舉光原地四個字要怎麼比啊 我就知道你會這麼問 那麼舉光原地 我們總共有15個字母所組成 那這邊教官就示範一次 以上這就是四個字 是舉光原地的打法 太難了吧 我也知道剛剛 舉光原地四個字 對大家來說太難了 那今天我們就來 教一點比較簡單的 比方說 四個英文字母的打法 教官我覺得這個真的好難喔 我打了別人一定看不懂 其實不會 以一個初學者來說 你今天的表現已經算是不錯了 真的嗎 真的真的 那在船上打旗號 有沒有發生過什麼特別的事呢 這就要講到我 剛上船的時候 那一年在澎湖度過 我上船的第一個冬天 那時候出任務 海巷非常的差 打手騎的時候 人一定是搖來晃去 根本沒辦法好好打 可是那個時候 有一個新聞 要用手騎把它發送出去 那個時候我學長 好不猶豫的 手騎交給我 一起把我帶著 往旋邊走 一個風浪來 一個重心不穩 差一點就摔倒了 可是我學長 一把從後面抓住我 告訴我 不要擔心 協助我 讓我可以把這個首席新聞發送完畢 那也就是由於這個故事 讓我體會到 各項的演訓任務 不是單純只靠一個人就可以完成的 它必須要有一個專業的團隊 以及一個彼此信任的團隊 才能完成各項的演訓任務 聽你這麼一說 我就想到海軍一直強調的同舟共技精神 從我剛剛體驗的堵漏跟救火 就可以充分地印證 對吧 沒錯 好 各位同學知道今天教官手上的是什麼東西嗎 包括教官 這是口哨嗎 沒有完全對 這是我們海軍專用的 pipe 也叫做口敵 那麼曾經在艦艇服役過的弟兄們都知道 它有個外號叫做打敵 那麼口敵呢 一共有五種不同的敵音 所代表不同的意思 這個我有看過 這就是每次有長官到艦艇上面去釋導 會有釋官在前面引導 吹的就是口敵對吧 你說的是警衛長 教官曾經在艦艇服役的時候 也曾經擔任過警衛長 引導我們的最高三軍統帥 釋導我們艦上 其實口敵早在帆船時期就已經存在了 那麼早期的長官為了要傳達相關的命令 都必須透過這個口敵的方式 透過不同的敵音來傳達不同的命令 當我們艦船在離靠碼頭的時候 我們就要透過敵音的方式 來傳達艦長的命令 那麼當甲板上的水手們聽到敵音之後 才知道我們的攬神要收緊或者是放鬆 那麼隨著我們現在的科技進步之後 很多的口敵的敵音 已經被相關的廣播系統所取代 吹這個口敵會不會很困難啊 不會待會教官會有潛入身的方式 透過從打滴的方式來先教導各位 來我們首先呢 在拿口敵的時候 我們用這個拇指跟食指的部分 夾住我們的管敵 我們的口敵只有高音跟低音的區別而已 那像現在口敵的那個敵球朝上 代表現在是低音的部分 那我們要轉成高音的時候 就是手指頭微微的蓋下來 但是不能完全的蓋住 那蓋住之後就會沒有聲音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這是我們那個口敵最簡單的部分 就是注意的意思 這個真的很難耶 教官不要幫我們示範一下 一起一起 示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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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教官就吹一個整個全套的那個範示範 讓大家了解一下我們口敵的那個吹奏方式 來吧 阿倫都跑哪去了 好快就要結訓了 心情非常複雜 有一點點不捨 又覺得這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真的很感謝海軍新訓中心 就會是在我心中最難忘的經驗 各位幹部 各位同學 我們中隊很榮幸參與了 菊光原地主播從軍區第一集節目的錄製 那主播朱培志同學 也和106-8T的大家 參與了兩天的訓練 今天朱同學要結訓了 我們請他來發表一下感言吧 中隊長 各位同學大家好 過去都是在棚裡面透過攝影機跟大家見面 這一次有機會可以跟大家面對面說話聊天 這個感覺特別真實 特別不一樣 這兩天的軍旅生活沉蒙大家的照顧 不只是讓我親身體會了訓練的辛苦 我也好像知道了我在主播台上 常常聽到海軍的毛練精神 到底是什麼意思 雖然只有短短兩天就要結訓了 我想我會永遠記住這兩天 新訓中心的一點一滴 也會記得在這裡交到的每一個朋友 希望你們都可以在海軍有更好的發展 祝福大家軍旅生涯平安順遂 我們以後還可以在舉光原地見面喔 代表指揮官頒發今天出來給朱同學 來 看這邊 下一張 來 再一張 一 二 出現 機會很難得 最後來和朱主播朱同學來個大合照吧 來吧 來吧 來 大家看我這邊要站